好 我們今天講2023年台灣的機車市場 那當然這裡面從排行榜裡面 你就會看到消費者現在最喜歡哪些車 好 我們繼續來看重機銷售Top10 第一名是Honda的Rebel車系 1918台的掛牌數 然後呢 其實這裡面的車款 我覺得都很值得一一來討論 包括了在大洋裡面賣的最好的 就是YAMAHA的XMAX的掛牌 1614台 今天現場有車 我們乾脆從車直接來看起 為什麼可以賣得這麼好呢 雷明剛 你覺得 我覺得在這個 台灣人對這個品牌的信賴度 真的YAMAHA真的是 有他舉足輕重的地位 那我們先來這樣解釋好了 以從同級對手來看 他的價格在目前是定在25萬3 那也就是扣除補助等等 大概可以買到車的價格差不多是24萬 那他在2017年的時候登場的時候 他的這個價格才21萬 所以他在21萬 對他在21萬的時候就創造出了這個口碑出來了 不貴啊 20出頭 我們現在一個來細講 很多東西是對手沒有的 比如說他的車身造型 當然這是一個潮流的部分 他用這個所謂的X元素 去構成他的一個外觀 車頭車尾啊 然後LED燈啊這些造型等等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說 他終究有他很成熟洗練的一部分 YAMAHA坐車不會出現很奇怪的線條 別的車廠你覺得偶爾會出現很奇怪的線條是嗎 我覺得會有一些累贅的線條 然後這種車自然而然他的蜜月期不會久 小三你又笑得很開心了 我沒有 我只保持禮貌微笑而已 你們三位都露出了會心一笑 是 但有些時候你就覺得 其實他怎麼會天外飛來一筆 怎麼要這裡變得好複雜 創意 創意 那他沒有 他的始終就這樣簡簡單單 然後他給你外觀上 一個很直覺的思考 就是這個好像是用了一個3000cc的車殼 然後裝了一個2000cc的引擎 那這個叫什麼 叫月籍享受 也就是說我花了2000cc 可是我卻擁有一個3000cc大小的車身 現在各位給看到 就是說我今天有一台大尺碼的車 但是我用小排量的引擎 但如果只要動力表現好 我只要機能也夠 你就會覺得我爽受到啊 重點兩個字經濟性就出來了 你看這兩個都是300的 他真的就是 我就大隻很多 對 所以車子不是說只侷限在於說 你馬力300cc 你能夠榨出多少馬力 不是 而是這台車卻被大家 拿來做成上下班 平常假日可以出去跑的一個首選 但他因為這麼大隻 他是不是只適合你這麼 不會 這樣身形的人 不會 終於我跟你講 在這個同級對手裡面來比較 他居然比如說像風鏡 他可以調高低 他有螺絲孔位可以讓你選 你可以調整高低 達5公分的選擇 手把居然也可以調耶 那你剛才講到車身的 就是說有些人的這個身材尺碼的問題 例如說腳長啊 對 離地高啊 他的手把可以這個殼拔掉以後 他可以重新孔位重新鎖 他可以調整兩公分 OK 這樣的一個選擇就很棒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說 他的剛才的辨識性的部分 他有上面呢 有這個時速下面有轉速 然後他還有這個 這個Y-Connect 就是所謂的車聯網 透過你的手機去連結網路 然後呢 導航也進來了 還有他的舒適性的部分 你看這行李箱這麼大 這個能夠滿足我們的 女生就會說 我不只可以幫安全帽 我還可以幫一些 例如說我的小包包啊 衣服啊 對啊 所以說各種 這個男朋友也好 老公也好 用了一塊 真的老婆或是女朋友 後面還有一大塊可以讓他用 甚至兩個人的安全帽 都可以放進去 在我覺得一些年輕夫妻來講 或是情侶來講 在經濟上面 假設你現在還沒有辦法去買車 或這個其他的方面的考量等等 我們先買一台這個車來用 也是相當好的 那我剛才講 就是在重機的世界裡面 就是大洋也是會是你的首選 對 那最後呼應我們今天的一個話題 就是為什麼他能夠成為 這個銷售之冠 也就是說我剛才講的一個重點 他是全球戰略車 賣那麼多的國家 他的量體是那麼大的心象 他給你的配備真的就很多了 包括那些看得到的這個配備 TCS ABS 還有你看不到的這個 所謂的雙三角台 排氣管等等 你會看到他的用料 前15寸輪圈 後14輪圈 我可以感覺到他深得你心 對啊 真的難怪他會得到第一名 好的 謝謝雷尼大 好那我們看一下排行榜裡面 還有其他的熱銷的黃牌車款 剛好今天也有來到黃金線 那就是STR的部分 這台車說實話 因為剛剛雷尼大就說了 我從身形來看 他就明顯的小了很多 我覺得製作單位是故意的 長腿的雷尼大拿來介紹 然後這個嬌小玲瓶就交給我們這種短腿的來介紹 有這麼明顯嗎 剛剛好 我們講適配性相秤性 我覺得剛剛在聽的過程中 我們會露出這種詭異的微笑 是因為我忽然發現 因為我們不會直覺把這兩台車拿來做對比 可是對比之後我們發現 難怪他也可以在前三名 因為他們年度的銷售其實只差了200台左右 那以洪家庭來講 我覺得算很厲害了 因為剛剛雷尼大有說 YAMAHA全球戰略車 你大品牌 大家會信任你 可是相對來講 洪家庭過去在這一塊 他並沒有特別亮眼的表現 可是他卻可以賣這麼好 因為他達到了一些點 我們就剛好一一做對比 應該這樣說啦 你看YAMAHA他肯定有品牌力光環 是 但是洪家庭如果你覺得 我品牌力光環沒那麼強 那勢必產品力要很強 而且我們必須要講 過去他在電車也好 白牌蘇克達也好 今天我的產品 就在10萬以下來說 我可以試試看新品牌 可是當我今天來到黃牌車 我們先不要管他賣多少錢 我會多想一下 我消費者考慮得很多了 品牌力會很重要 可是他可以做出來 因為他的初期口碑有做到 那我們剛好 因為剛剛人一大講了非常多 我們直接做個對比 那首先我們從外型來看 其實洪家庭一開始打造 XTR300的時候他就要主打 他是都會鋼炮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線條 非常的鋼紫 有鋼炮 有鋼彈的感覺 這個部分我覺得是他最大的特色 然後如果我們從側面來看 你會發現他非常的小巧玲瓏 因為這個車啊 每次我在路上看到 我都會先往後走 看一下到底是黃牌還是白牌 因為他雖然是黃牌的 有那個路權 但是他是白牌的車身 對 而且他後來也出了250的版本 這台車真的做得很精緻 所以沒有錯 我們有時候如果長途旅行 我會希望像XMAS這種 車身大一點的 舒服一點的 可是如果我今天要的 就是在市區裡面 我希望我的動力充足一點 然後我可以上快速道路 其實這個車型會比較適合 然後他因為前後輪圈用13吋的 我們的身高 坐上來 你很輕鬆 比較輕鬆 對 那坐上來 你也買一台啊 對 沒錯 對 就是我們腿沒那麼長 其實這個不會壓力那麼的大 然後你說空間嘛 對 他確實沒有像 因為XMAS他對應到歐洲市場 他腳可以伸得比較長 座位空間比較大 可是以我們一般亞洲人身形來說 我覺得他也不會到過於的緊迫 所以這些基本的 你覺得騎乘姿勢各方面都可以舒服 對 他有做到 然後配備部分他其實也沒有輸 因為像他也有KILES系統 你靠近之後 你鑰匙帶身上一樣輕鬆的去啟動它 那啟動它之後我們一看到他有 他也有他的智慧儀表 他也有導航的功能 所以這些現代車主會需要的 他也通通都有做到 然後我們再去看像他的前避震器 他也用到35線的前叉了 後面也是氮氣可調的 所以對 沒有錯 他不是走頂規路線 可是你需要東西他都配備給你 而且因為他的價位在15萬內 對 我覺得這是另外一個重點 我們再對比到XMAX來說 對比XMAX這中間的價差超過10萬塊 25跟14 我覺得這就回到我們需要什麼車 因為我說真的 如果我今天要享受多一點 那確實來我預算提高到20幾萬 我去買各方面表現 我認為更好的車 OK 沒有問題 可是我今天如果要的是經濟性 CP值的話 我覺得買STR300是很棒的 甚至我們可以簡單總結一下 我覺得這台車就是很簡單 超值 靈活性 有路權 那更直白一點就是 因為我覺得它的 靈活性也好 它的變性也好 這都很棒 然後我也必須要說 因為我自從這台車出來之後 我一直在觀察它 它在第一批的時候 確實有一些 過去洪嘉城在品牌經營上 遇到的問題 就是它的品管並沒有特別的好 有一些地方都有出現過 瑕疵有問題 可是官方其實很積極 在做這些事情 我有發現他們會 根據車友回饋的意見 包含了我現在販售出去的車輛 我可以召回做修正 然後我後續在販售新車 我就直接場內就改掉了 然後一直到前陣子 因為我們剛好跟他借車 我想做個測試 他也給我看了他們內部所吸收到的意見 然後他們怎麼去對應 所以我覺得 所以他們是蠻正面在回應這些東西 不是用閃躲的方式 我必須這樣講 有些如果你說製程上的問題 或者說原料採購上問題 你要他一下解決 其實有難度 我東西都買好了 那怎麼辦 可是他們就是會直接去面對 我覺得這一點是 讓我會越來越相信這個品牌的關鍵 因為他沒有裝作沒事 而是有持續在改建 OK 好 謝謝小三 而且因為新的哥也買了嘛 對啊 我覺得會買這一台車 就是顯然就是 剛剛我們講的這種機動性也好 CP值也好 他都蠻深入你心對吧 沒錯 而且應該說我們在市區的時候 如果我今天一個人的狀況下 其實我不想要開車 因為又一個人開車又大的台 然後又不好停 那這個其實就真的很方便 那甚至比如說我們同事要去 出去採訪的時候 都跟我說 可不可以借這台車 他們覺得太方便了 OK 主動 就是想要騎這台車就對了 另外再看到 如果回到這個排行榜裡面 重機的前10名裡面 有一個品牌 它占了一半 那就是HONDA 它有五席 第一名就是HONDA的Red Bull 然後那時候我看到這種 掛牌收1900多台的時候 我想說 那紅牌冠軍就他了吧 結果我們的同事提醒我 我說忠一姐你知道嗎 第五名的這一台 HONDA的CB650R呢 1247台 它其實是真正的第一名 為什麼呢 因為畢竟上面那是有四個排量 對對對 動頭share 但是以它 它就是單一車型 大賣的 我必須說我覺得它厲害的點 其實不僅只是表上那個排名而已 恐怖的是其實它已經賣了五年 它五年這個車型都沒變 常委效應 對 所以這個真的是讓人覺得很驚訝 那其實據我們跟他們官方所對接所了解到 他們這個客群鎖定的就是二十五歲以內 他們調查出來大部分都是在二十五歲以內 這麼年輕 這麼年輕 就是這麼年輕 買到CB650R 對 所以就可以看出他們對於這個品牌 還有對於這台車到底有多喜愛 我先必須說為什麼是HONDA 因為HONDA在台灣生根這麼多年 他們確實把他們那個新手友善的形象建立起來 你會覺得我要挑一個品牌 它很安心保養沒問題 好像HONDA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感覺它就是你要入門的時候 你一定要接觸的品牌 是 然後再來就是這台車 我覺得厲害一點 我先講他的動力的部分 在台規的部分 其實是七十六匹左右的動力 那如果你真的透過第三方去改裝 去解掉他的動力的話 他來到全馬力可以到一百匹 所以你會想說四十萬以內 你可以買到一個一百匹紅牌 所以年輕人聽到這個數字 他就覺得哇這個太香了 這非選擇這不可 但是我覺得這也不是 只是他選擇他的原因 因為其實還是有其他競爭對手 可以做到重點 在他的引擎的部分 我直接發給大家聽一下 我們是要感受一下這個魅力 對對對 它是一顆 四缸 對 並列四缸 人魚大 是 是不是叫這種聲音 我在國中的時候 就在模仿他的聲音 不是你 什麼聲音 不是你 國中就知道要買四缸車 為什麼你那時候 那個時候他跟妳講的重點 所以我們那時候最親民的車 叫做CBR400RR 那是當時那個年代 每個男人的夢中緊遮 包括綜藝的老公也有一台 還偷買的 對 所以我覺得應該說所有的新手或年輕人 其實我年輕的時候也是一開始第一眼看到就是四缸 因為我覺得這個聲浪實在是太夢幻了 而且你會聽到不斷的 就是你知道 就是包括我們這個年齡層 我們有可能也會 就不自覺當中 就一直透露出的那種情懷跟向往 讓年輕人覺得 我應該要這樣買 這樣做比較對 對 當然它除此之外 還是有很多很吸引人的點 比如說它的整個造型 前面是一個圓形的燈 其實有一種復古咖啡的感覺 然後它的椅墊其實蠻低的 它的友善性其實都有做到 然後再來就是前面是倒叉 所以它的配備其實也給得很好 同時也配備了TCS 這些東西在安全部分 它其實都給好給慢 所以我覺得回歸到現在 它看起來能夠在排行榜上面 真的一點都不意外 你剛剛特別一開始就提到說 請大家注意 這是已經賣了五年的車款 你可以說在這個級別裡面 它已經有長青樹 那樣的一種地位 它有長尾效應 但它真的沒有缺點嗎 OK 你自己看它 我覺得你硬要挑 因為四缸其實它的慣性比較大 所以它騎起來是沉穩的 你要它靈巧 它可能靈巧不起來 但是它騎起來就是一個 穩穩重重的舒服的感覺 也會比較安全感 也會比較安全 那我特別提到其實 這個是去年的成績 今年它已經改版了 所以今年很快可能 大家可以在台灣 有機會看到新的版本 那一樣也是這個很香的四缸 數據都一樣 但是它們在整個造型上面 在車尾啊 在整個車頭做得更加的動感 所以我覺得或許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它們新的版本 因為其實我現在我們家 一直都保有CP的街車啦 對 說實話 我覺得它的喜好者 信仰或者你說信仰者 真的很多 是 然後這些車友們 黏著度都很高 對 所以你說在入門的這個級別 然後大家覺得CP650R 它真的很適合大家擁有 所以才會一直這麼熱賣 謝謝阿伯 等一下我們也來回溯一下 2023年熱門的 關於兩輪世界的話題 那有沒有可能繼續延伸到 2024年值得關注的 稍後回來